来西亚的五十多万广西人 让我们发扬大贵精神 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你好 我是大马广西总会 总经团总团长李秀安 你正在收听的是 榴莲台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又回到我们天马行空的现场了 那今天呢 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我们的国内国外的新闻 那现在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课题讨论了 那今天课题讨论呢 是还挺特别的 不过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 今天有我这个主持 威儿 还有我加马 还有我田静 当然现场还有另外一位 就是我们的嘉宾Sokvinder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谈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叫性生活 其实也不是性生活啦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 我们另外一位 来自不同族群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Sokvinder 他是我们应该称他是这个什么 Bangabi是吗 还是称Bangali还是称他Sing 应该问问 先别 咱们先让这个学者 学者 学者 我们应该称这个Sokvinder 是Bangabi还是Bangali还是Sing 还是其他的 还是其他的 应该怎么称 Bangali还是Sing 你是什么 你不要问他 问题 对 问你自己 我现在看他是包头的 小鱼 包头的 小鱼 是 然后他都留了满 那个胡子 胡子 对 是 然后从五官上来讲 他的鼻子挺坚挺的 挺坚挺的 就有那个Bangabi 就是那个坚挺那个 就是阿龙最最最最羡慕的 就是这种鼻子 他就是他那种宽鼻子 扁鼻子 对 来 再说 柠檬也粗厚的 粗厚的 然后再形容 从外表看来 眼睛蛮大的 血量的 是 对 你知道吗 他胸上有很多的毛 小毛 看不到 看不到 接触一下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从五官上来讲 我觉得他是 他是 他讲不是本来 本家币吧 本家币 应该是本家币 应该是本家币 OK 我们究竟有多 对这个 我们的这个本家币 或者是 或者是本家币 有多少的认识 然后我们先听一听 我们这个外面的朋友 怎么来说 你觉得本家币这个字眼 在华语怎么翻译 本家币 不懂 我应该是本家币吧 那你听到本家币这个字眼 你有什么想法呢 像印度人 应该是靠近 类似印度人 又不是印度人 可能是从 以前从 靠近 孟加那边 来的吧 然后你觉得 Sink跟Bengali之间 有什么差别 不是很肯定 应该是在于文化上 服装上 还有宗教上 然后 例如说 好像 有 有穿那个 叫什么 穿那个叫 Tuban 这样的东西 然后文化里应该就 比较像 印度人吧 就是没有 没有穿这样的东西 那你觉得 他们之间的宗教 是什么 Sink有 没有记错 没有搞错的话 应该是 Sink教 Sink 然后 文化里应该是 跟印度教吧 你有Sink或者 Bengali的朋友吗 没有 那你觉得 印度 在马来西亚 是不是 会不会 被变演化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应该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 常常 常常都是 尤其 至少 我们可能 平常都比较 专注于 在于说 在华人 华人跟 马来人之间的 这些问题 然后 就比较少 把比较少注意力 放在印度的社群 然后 可是 那印度社群 也是的确需要 获得更多的 关注 去照顾 因为我相信 在美学 其中 三大种族里面 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应该是 比较面对经济问题的 应该是 大多数应该是 印度社群 然后 所以 然后也因为他们 被这种 边缘化 所以造成很多 这种 无死 紧接着 好 留人当头 走高照 刚才我们听到 这个朋友 在 谈到 这个 文安 这个文加比 其实 还到 到他 结束的时候 他仍然是 分不清 就是说 到底是 我们讲的 这个 印度的 泰米人 新都图 还是 这个 文加比 到底 到底是 文加比是 印度的哪一部分人 文加比跟 Sik 到底是不是 同一一个人 跟Sik 到底是不是 同一一个人 不如我们 直接 问一下 这个 这个 说明 其实呢 文加比跟 Sik 是一样的 Sik 是我们的 religion 宗教 Sik 是宗教的 这个 OK 然后呢 文加比是 我们的 raise raise 是 文加比 主族 是这个 文加比 但是 你们来 从印度来的 那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 OK 我们从印度来的地方 是叫做 Banjab Banjab Banjab是印度的 北部 是吗 对 印度的最北部 的地方 是 那我想 我想问你 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这个 大部分的人 都是从 印度 南部 他还没有这个地方 来的 从那个地方 来的 那么你们又是 从北部来的 这个南部的人 跟北部的人 为什么会一起 来到马来西亚 马来亚 这个地方 因为 从我 公公讲过 因为 他是从 印度来的 他是从 Banjab 一个地方 叫做 Armasa 那边来的 所以 他跟我们讲 以前 他们来 马来亚的时候 是因为 要找钱 要找钱 那边没有钱 不是讲没有钱 因为那边的人 太多了 然后 要做工 就是讲 要做工 他们都没有 这样多地方 做工 因为那边的人 太多了 因为他们 那边 工作 要讲 如果你没有读书 真的是很少 所以 如果你读书 好像你拿了 Degree那些 你就可以找到 工在那边 那么 早的时候 你外公公 那边早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 拿Degree了 可是他跟我讲 所以 到现在 他跟我讲 你要做工的话 做工之前 你读书 读Degree 做Armasa 好一点工 不要好像 我们这样子 来这边 因为他们 来这边的时候 他们是去 Mining 还是 做那个 Railway Track 那时候 火车 铁路那些 那时候 马来亚的钱 比那边的钱 很高一下 高一下 然后就寄钱 回去那边 寄钱回去那边 我们也还有 好像我的 Uncle Uncle 也是还在那边 我也还有 Uncle OK 这么讲 你这个 Sikh 是你们的宗教 Benjabi 是你们的 族群的 这个名字 为什么 人家叫你们 Benjali呢 就是 你们带的 这个东西 是吗 因为 Benjali呢 他们是从 印度的一部分 那个叫做 Benjali Benjali 你看看 Benjali在什么地方呢 Benjali 我也 不懂在 哪一个地方 因为我 没有去过 你没有去过 印度啊 我还没有 去过印度 这个不算 一个 正统的 他们不当 自己是印度人 你觉得 这算是印度人吗 Punjabi 和Indian 是一样的 那个吗 其实 OK 我们 我们的 origin 我们的 origin 是 Sanskrit 一样 Sanskrit 一样 Sanskrit 是一样的 分别 是我们 穿 我们的 culture 那些 就是不一样 OK Sanskrit 指的是语言 对吧 那个语文 是吧 Sanskrit 是一种 是一种语文来的 是很早期的 谁跟谁 是一种语文 印度人和他们 一起是同 同中的 他们用的语文 是同样的 叫Sanskrit 这古 类似古印度文 那种 OK 这个Sanskrit 跟那个 Hindi 是同一个语言吗 对吧 差不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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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看 那个 Bollywood的 那个语言 就是这个语言 Yes Hindi OK 但是跟 Timing 是不一样的 跟他们是不一样 就说你们跟Tim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 民族 对 也不一样的语言 对 那我们是四大民族 不应该是三大民族 那应该这样子说了 看起来 我们应该是四大民族 因为马来西亚的 就把几乎把所有的 他们都归类为 是印度人 你们有自己的党吗 就像这个马华工会 那样子 就像MIC那样 你有自己的party吗 有 有啊 什么什么party 我们这边是 有一个是 Malaysia Godwara Council MGC 还有一个是 SNSM 就是 Sick No John Sabah Malaysia 就是 这些地方 好像 我们的 我们还有一个是 Swan Sick Women Aiding Nation 就是讲 好像我们 Panjabi 有人好像 不知道我们是 所以是 所以这些人是 给别的种族 知道我们是 什么 What is our background is all about 因为 如果你要给人家 知道我们自己的是 True Education 你不可以跟人家 喂 我不是新 我要打 我不是Bangali 我打你 然后才跟你讲 所以 everything is true education 比较文明的方式 只是我好奇的是 你刚刚说的这些 是属于NGO 或是Polygo Party NGO 不是政党 没有Party 没有Party 我帮你成立一个好吗 我们派这个田径 当这个总书 有说服力吗 有 他本身也不是 田径 他们缺少白的 这样要多元政党 这样要做一个多元政党 田径好不好 我这是黄皮肤 黄皮肤 是 其实我 OK 我先问一个题外话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说中文 OK 我是 以前去幼稚园的时候 我 那边我读过华文 华语 就是幼儿园 然后 去那边的时候 那个老师 每次给我们功课的 所以 我没有做其他的功课 我只是叫华语功课 为什么 为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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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讲 我 我 我 很愿意 第 skillset 就是那个字很吸引你 觉得中文字 所以 那边 那个老师会骂我的妈妈 你不要帮你的 孩子做功课 不好的 我妈妈又讲 没有 我没有帮他做 他自己做的 然后 两年 读那篇过后,那个老师跟我妈妈讲 你的孩子他很喜欢华文 送我去华校 所以我的妈妈讲,OK啊,可以啊 所以他带我去华校 我在那边六年在学习小学 所以你家里都是用中文沟通,你跟你妈妈 没有,用英文吗 英文,那其实你们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这种 就是Punjabi的这个原流的学校 像有马来西亚,有华校,有没有这种Punjabi 我们有Punjabi,但是也不是高门的 是在我们的拜神的地方 我们有Punjabi classes 其实你们为什么不开一个自己Punjabi的小学呢 这个有灵连玉基金会帮你们,还有这个总总也会帮你 会的吗?会啊 会啊,就是他会帮你们啊 他们出钱出力啊 因为一个东西,怎样讲 我们如果要开的话呢 因为一个是我们的教育能力啊 我们没有那些的 Workforce The workforce我们没有 因为大多数Punjabi的时候 他们的profession是doctor,lawyer那些 很少是teacher 还有那些teacher要读Punjabi的话很久 因为如果你去印度做他的degree course 或者是那些 it takes two 因为你读了Punjabi的时候 你一定要读Sanskrit 你一直要读那个语言 你去到那边读,一定要读这个语言 读自己的母语有什么不好 就像田径一样 他就很喜欢读母语啊 我喜欢读母语 我也是因为华语那个自行自义 我也是喜欢那个字啊 那个魅力啊 我问你一下田径 我问你们两个人啊 你会写华语字吗 会 会一点点啊 因为现在都有念习啊 所以 你会写那个女字吗 女人的那个女 会写啊 你知道那个女字怎么写 你说说看 我说我不会啊 但是我会写啊 会写啊 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 意思也不懂 田径你知道那个女的意思是什么吗 尽我所知 女我懂 但是尽我所知 女字 在那个华人那个字 全部那个字上面 通常女都是用来形容 尖啊 尖 尼干 尖 尖 只有女子 只有女子 只有女人住在那个家里面 她才能安心安定下来 嗯 就这样意思 但是你 女方面的那个 你是说女的意思 啊 这个女是什么意思 这女啊 啊 是指这个 这个抱手啊 扶手啊 下跪的这个意思 啊 啊 你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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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曲的这个 没下跪是屈屈屈屈屈屈屈下跪 屈屈屈下跪 屈屈下跪的这个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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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女人 女人呢 是 这是低人一等的 嗯 就是不是低人一等 就是女人是男人的附屈屈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在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绑架比里面啊 嗯 女人的地位高 还是男人的地位高 女人呢 女人比男人的地位高 嗯 男人是躲在女人的裙下的 没有 如果是看绑架比的 什么啊 女人的地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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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 她们 帮我们到这个世界 但是没有父亲 那女人她也拨不了你进来啊 哈哈哈哈 其实你说女人的地位高 我好奇 好奇的是 就是说你一直指的是 比如说OK 像我们在父权社会里面 我们 我们跟谁的姓是父姓 嗯 那你们是跟姓是跟母亲姓吗 这样子吗 没有我们跟父亲姓 跟父亲也是一样 那所谓地位高 指的是什么 就纯粹出发于一个尊敬而已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啊 因为在那边好像我们 路口都会我们的历史 也是 也是 during the war time 好像 像是跟余人家 那以前跟余人家打仗 以前 打仗 以前跟余人打仗 以前跟余人打仗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叫她 Mata Sahib跟Mata Gujri 那这两个女人呢 K-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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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的 you know now this world a lot of things became modern and all that so 很多女人也start using Sing behind their name 那些 Sing是很美丽的 Sing是the brave one the brave one 勇敢的 K-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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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咱们改名吧 我叫加妈Sing 你叫田径星 沒有 他叫田径K-A-U-R 田径K-A-U-R K-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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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咱们这个 Banjabi Banjabi 男性 就是说 都是把他头发包起来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包 其实呢 我们的first guru Islam guru 以前都开始包了的 所以 从小我们开始包 所以 之后 六七岁的时候 你争取让我们帮你polish你的中文好吗 这里有两个老师 这个不是老师 这是老祖 六七岁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一个证书 一个证书 你是有纸张的吗 有纸的 没有 没有啊 他给你 我们这个证书 他会给你一个新的 所以 在 好像在 Visakhi 还是我们的 One of our prophet's birthday 好像 Guru Nanak birthday 还是 Guru Gobind Singh birthday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 recognition 讲 OK 你包 包了 是不是像一个certificate这样子 没有 没有 就是说 说出来 他给一个特本 头巾 他头巾 给一个头巾 所以他给我们是 orange color 橘色 橘色 他会跟你讲 because you're following the religion hope you follow the religion and everything 所以 其实 to be a Punjabi 你要 you need to have these five things 其实 第一个 是 this bangle 这个 这是手镯 手镯 bangle 第二个 必须要有一个手镯 是吗 每个人都有一个手镯 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颜色有差别吗 颜色 颜色 一个是sever 但是如果你去印度也有go color 一个银一个金 一个金一个银 so it's a mask 右左 穿右左都 没有没有 这边吧 这边 右 男右女左 没有 全部都是右边 全部都是右边 难怪你右边的肌肉发达一些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第二样是什么 ok 第二个是头发 头发 你一定要留长头发 一定要留 就是 不可以剪的 不可以剪 永远都不可以剪 永远不可以 这样是很长 很长 如果你看 actually 在印度里 有很多人他们的头发很长 很长到 地上也有 但是他们包起来 包起来 还有五手那些 其实不可以剪 虚也不可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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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太长怎么办 你好像帮他架起来 哦 绑起来那些 你自己要顾啊 因为你知道你留了长的 你一定要顾他 不可以好像 长了 然后你给他乱 乱 也不可以哦 哦 哦 哎呦 那这个 下面呢 哈哈哈哈 不可以剪 哈哈 不要乱剪 剪错 啊 就是他 他的路是 其实你不可以剪 any part of your hair 哦 身上的体毛 对啦 身上的体毛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剪 然后呢 第三个 好像我们离了长头发 是 这边我们绑那边是 嗯 有一个空 很小的 有一个小树子 小树子 所以那个 他们是放在 我们绑了的地方 是他后面 他有一个树子 嗯 啊 所以那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 一个小刀 嗯 那个小刀 我们会这样子 放在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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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的右边 然后呢 第五个是 好像我们 现在 nowadays modern fashion 我们叫boxers 哦 就是那个裤 那种 那种 呃 其实底裤 不过它是那种 呃 boxers 应该叫什么呢 就宽 比较宽松的那种裤子 嗯 内裤 嗯 那种内裤 所以是那五个东西 其实 有特别意义吗 这五样东西 它代表着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 呃 其实这个讲 这五个东西 你一定要穿 如果你 呃 蛋也不可以 嗯 什么东西也不可以 你只是可以 你只是可以吃菜 青菜 嗯 你只是可以吃青菜 然后呢 你 呃 我们是早上有拜神 呃 呃 呃 evening evening 也有拜神 啊 so 你呃 跟晚上也有拜神 so你每一天都要做这三个拜神 啊 呃 你一定要读它的 我们有它的heims 啊 so我们一定要读那个heims 啊 so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五样东西 就是对 punjabi来说 它代表着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比如说mangos 这个手作你要 然后就是这个 为什么体毛也不可以剪 为什么就是这个 梳子一定要放在你们的头发那边包着 然后 你们身上还要带一个小刀子放这一边 那这这些是 其实带有 它有一些什么特别意思 呃 这个 in all in all all that five 我们 就是讲 eternity to god bring yourself nearer to the god so 这这五样东西 如果你有 有做齐的话 你就能 对你们 就是所谓的神 人比较接近了 嗯 是这样子 这是宗教里面的一个要求 就是这样子 那 那这个 这个 问问你啊 呃 不介意啊 不介意啊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呃 他们好像很忙是 嗯 他们直接去舍轮洗头啊 可以去舍轮洗吗 可以 可以 呃 没有什么 那是不是会比别别人收的费用要贵一点 呃 你的头发太长了 哈哈哈哈 没有啊 都没有讲多啊 好像以前我去过一次 他是收我25块 哦 25块 嗯 就是看地方了 那是看地方 就是 你看你看他这头发只有这么多 这个 太容易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不用洗头了 这个 这个 我反而有个问题 比较好奇的是 是不是你们一定要戴这个 一定要戴的 一定要戴的 这个叫什么来的 这个叫什么 德奔 德奔 一定要戴 所以就不能这样光着 就是 以前是不可以啊 但是现在 如果你出去看 有些 他这边绑着 他绑去后面啊 那些 现在 人家讲 Modern change time 所以有些 也是 好像那些 我们叫key啊 好像 那些 手警这样 他们带那个key啊 他们绑在后面 还是带那个snowcap啊 现在 Modern time 很多 但是如果跟这 以前我们的 呃 的gots的心呢 就是不可以 只要这样子代表 嗯 好 我们在这个 这个演播室里面啊 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是我们的同事啊 是个clamboy啊 是你 呃 他也 也加入到我们这个 谈话当中 不过很不幸呢 他 他 他需要跟这个 这个sing 来学习一下 华语 学习一下中文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用英文来 呃 问他 have you got any questions you'd like to ask sing 呃 no because I don't even 呃 I just came so I didn't know what your 呃 那慢点 你的你的麦 应该是没有被打开 你稍微等一下 我叫我们的这个呃 人给你先调了麦 再说 来 田晋 你有什么要问这个sing呢 呃 我现在想问说 呃 你们现在如果不包 就如果不包头的话 会不会被歧视 不包那个特本 啊不包 现在 现在 如果 现在 现在是都没有什么 no strict rules anymore 啊 啊 所以如果你要包 你包 如果你不要包 也可以 对 你 宗教是不会呃 择问还是什么吗 其实 现在 现在的 now days the guidance have gone to to modern areas so 只是那些 the parents those are still strict into punjabi teaching 啊 他们会叫他们的孩子 包着头啊 but those parents who are actually not on the strict punjabi teaching so that's why nowadays look on you 看那些 punjabi fellows what if they cut their hair like 如果她剪她头发 ok 啊 好像我 我有剪过两次 啊 ok 我有剪过两次 一个是因为 那时候是 啊 unavoidal circumstances 啊 ok 啊 我是 啊 my primary school I was running for the school so 啊 I was under the hot sun all the time 在 太阳下 是 如果你包着那个头 是你的头里面很热 啊 啊 啊 so 啊 如果是看似来 啊 is not a reason to cut those actually 因为 last time our prophets also they fight in war 那些是 他们 他们都包着头 都包着头 嗯 他们包着头 我有个办法 嗯 我找一些谷杜放在里面 哈哈哈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剪 嗯 可是ok 如果这样子又延伸了一个问题 嗯 现在我们在国际的运动场上 我们确实比较少看到有 呃 文加比的族群成为很杰出的运动员 有啊有啊 打那个曲棍球的 曲棍球的 啊 曲棍球 啊 就是hockey hockey就比较多 是他 actually going for state level 了 但是 ok 呃 no for football 哦 football 嗯 football so 然后呢 the person who actually need to bring him to the state level told him to cut off his turban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team 哦 叫他剪掉他的 的头发 叫他剪掉 怎么说我没听明白呢 他就是他的那个要把他带进国家队的那个呢 就叫他把这个 turban要拿掉剪掉头发 然后呢 不然的话就没得进啊 这样 最终呢 then 他讲 i won't give my turban away for just this sport 哦 这样 好我们再一次给这个 signi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sk signi 啊 um ok um i mean in malaysia you in malaysia sikhs are usually seen as part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 think there is a definit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a sikh and an Indian but I would like to know like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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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a sikh community feel about being lumped together in the in with Indians 哦 ok 啊 其实 you see the the thing is when we are associated together with Indians we don't mind that much because we share we share festivals almost the same like when they have pongal we have one one our own festival so it's just the gap of between two three days so the thing is why we get pissed off it when they actually call us Bangalis oh this Bangalis and Panjabis yeah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s so uh say like first thing is we actually slightly taller huger and also a bit fairer compared to Bangalis and then our wearing style our clothing style normally we wear that you know that the long kurta which the one yeah Bangalis also wear that but the difference comes to our pants uh Panjabis wear the pants which is fitting at the angle where else the Bangalis they wear a Dodi ok now i have a question what you think like a wenti ok um I will ask English ok so you say peso because of compare with Bangali ok so if if o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know what how do you look at Bangali do you think they are they are have they are in the lower level compared to Punjab what you feel pissed off no because it's not to say uh lower level what is because like how you say you are not recognized in your own because we have to be proud of our own religion so we are taught in that and then we are named sing the brave one so we prefer people to call us as Punjabi or the sing even you can call us sing we don't mind but not Bangali we really get a bit 其实Bangali 到底是指的什么 就是也是其中他们一个印度族群 只是来自是Bengal 这个地方 他们来自是Punjab 那个地区 所以是不同地区 啊是不同地区的印度族群 看看他的装束都是一样的吗 啊呀 两个都穿着Turban 两个都穿着Turban 两个都穿那个Kurta 嗯 只是Bengal 他们的父子 父子是 呃 这边要 呃 那边是Fitting 然后呢 呃 Bengalish呢 他们是穿那个 父子是呃 四方形啊 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 真的 呃 没有好像Sarong这样子的啊 呃 好像如果你看那些Turban movie啊 他们穿那个Sarong 拿上来这样子 呃 打结 打结的 嗯 这样子的一个 啊 啊 妇女的装束 我们先说 妇女的Bengalish 跟这个Bengalish 妇女 她们穿的衣服一样吗 呃 Bengalish 她们是穿 呃 Bengalish 呃 我们叫Kurta Selwar 然后呢 呃 Bengalish的女人呢 她们是穿Sari 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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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像也是印度人 也是一样吗 嗯 Bengalish 跟印度人 她们的分别没有这样多 她们是 比较close 比较close related compared to Penjabi 嗯 那她们的宗教是一样吗 宗教 都是Sikh吗 没有 她们是Bengalish 她们 Bengali宗教是什么 I don't know 我其实也不懂 they what they 但是他们 they can read Penjabi as well the one I know 他们又看得懂 Penjabi 不懂他们宗教是什么 因为 I haven't came across Bengali 好了 yet OK actually 呃 我总觉得我身边有好多人对Bengali这个字啊 Most of my friends they thought the Bengali the word Bengali is something quite Derogatory yeah 有一点贬义啦 就是觉得有一点不好的意思 就是总之我如果觉得说 欸 Bengali 就是 I mean like I found I found where is the Pengalish where is the Bengali 他们 这个 Pengalish 在印度的西北部 西北部 对 Bengalish 东北部 Bengalish Bengalish 是靠近的 是人在一起 Bengala 他们一般讲 Bengala is Bengali Bengali It's more or less the same so I think 他们有一个贬义 negative talk about the it's not good啦 this is not the good guy this is not because once you call the Bengali so it's quite discriminating 为什么Bengali 会变成SIG I mean like this I actually 我也是 I mean I try to find out I try to find out but there was no valid reason Bengali 就是因为 以前 以前的人啊 他们好像 我公公住的地方 他住在 So 他们那边 有一大堆 Pengjabi group 然后 他们 住在 Jaland Jaland 那边有一些 Bengali so 每次有什么东西 不讲 还是打架 他们一定会讲 That's the reason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I don't know 因为他们讲 because the way they dress up 然后呢 actually the way they talk actually 他们讲话的时候 会很大声 然后呢 会好像 讲讲 每次讲话 一定有出口出来 哦 出口 真的有很多想问 我们还是让 Sidney Sidney Again Anything you want to talk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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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印度人也有这么多 不同的分 分类 对 我想说你们之间有没有 纠纷还是什么的 是 OK 我们这边 Malaysia 我们没有看 那些东西 We don't have We don't see the difference of ourselves 在印度 还有 In India We have OK We have We have The Rajputs which are the like So called the Landlords and everything The rich ones We call them the rich ones Then We have those who actually 那些好像 做 the households 好像 take care of the house 那些 So we have that kind of caste so 有人就问你们 有人就问 所以为什么 当 当 这个 人家谈到 这个酒店的保安 这个开门呢 Security Guard Security Guard 在酒店的特别是hotel的 通常都是这个 Why always Beng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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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Benjabi 我就不知道 Bengali 这边有人问 都是包着头的 这边就有人问 在Facebook就有人问 When we talk about Bengali Why always related to Security Guard 是Bengali 还是Benjabi 是Security Guard 我就不知道 这边的 其实大多数都是Nepali 不是Bengali Nepali Nepali 不是Bengali 又多一个新的 又多一个新的 有一些地方是 好像如果是 他的主要是Bengali 是Bengali 他们的Security Guard 也是Bengali OK 我知道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你明白我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在租界 中国的上海 这个租界的警察 就是Bengali 就是拿着这个警棍 就是 不知道Bengali 还是Benjabi 还是Nepali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带着这个 叫做Depen Depen Depen OK 今天你去香港 香港的酒店 拉门的那个 也是 带Depen 他们是Bengali 是Bengali Punjabi 还是Nepali 这是Mapali 你可以先telen 但是 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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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 就是说刚才我讲了 Benjab在印度的西北部 Bangal在东北部 但是他们中间就是Nepolis 是这样连起来的 所以变成Nepol就有两边的文化 对就是Nepolis在中间 Benjab在西北 Bangal在东北 他们这是一个连起来的 很多本地的那些大空厂 聘请那些工人都是Nepolis的 不那是Nepol Nepol Nepol 这是Nepol Nepol Nepol 跟Nepolis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 Ne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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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Speaking of the Bengals and all that Actually what little I know about the Sing community is based on what I've learned in Lan Class Malaysian Studies Lan Classes So other than the turban, the Bengal What other characteristic I mean could you describe like what are the other important symbols of the Sikh The Sikh normally what you see is okay Panjabi is like I don't know how actually other people find Punjabis Like for me to recognize a Punjabi in a crowd is very easy Only the Bengal Bangal is one thing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Body figure Body figure Yeah So what's the thing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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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everyone huge Yeah but I mean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ll that Punjabi instinct or what lah But It's just that the moment when we see another Punjabi fellow We know that he's a Punjabi And then And one more thing about When we have this Punjabi instinct is When we approach the person We straight ask Are you a Punjabi And most of the time we get the answer correct Yeah he's a Punjabi But what I'm actually looking for is more like What are the I mean like symbolism of the Punjabi That's important to the Punjabi community For example Like what I've What I've remembered is that The Sikh is like It means a lion isn't it So I mean like I would like to know Like what are the other other symbol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be As a Sikh I remember there was like There was a sword also Isn't there Yes You're asking about Sink or Punjabi Punjabi Because Sink is their religion Sikh is our religion Our race is Punjabi Oh So there's an actual distinction there Ah So So you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day Okay so like the thing that the distinction that you're looking for I mean to recognize the Punjabi Like what's important for us is Behind our name we must have a Singh Or either a call for the girls The girls they must have a call The guys they must have Singh And then there is a mask That you must always wear the bengal You don't wear the bengal That means it's like You are discouraging your god And all that kind of thing And then another thing Which comes to Knowing a Punjabi is You have to go temple every time You must know Punjabi You must speak Punjabi I mean you must know What's Punjabi all about So that's why normally What happens is During the young age The parents actually send you To the Punjabi school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So for u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being Punjabi Is At certain point You actually have to take the holy water And then you have to wear the five Which the thing we call it five case Five case? Five case Case Okay The alphabet K K K Okay Actually in Punjabi we call it Kangga Kacera Kirpan Case And One more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Sikhs的这个宗教 跟这个 Hindu Hindu这个宗教 跟这个 佛教 Buddhist的佛教 是有很大差别吗? 其实 Every teaching Every teaching 是没有 这样它分别啦 Like 就是这样 No smoking No alcohol No talking about Buddhist 我是指 你再 在这个 你的 起源 那个宗教的起源 比如说佛教 是这个 Sijjama Ni 佛 Siddhartha Kautama 这样的来 长教 And 这个 Hindu Stand I'm not sure because他们有很多 这种神 有 然后 在 Sikh 这边 Sikh 这边 我们是有 10 Prophet Start with Guru Hindu 你们也是 是属于一神论 就是一神论的 对不对 我没错的话 不是一神论 是多神论 多神论吗 是一个神 还是可以很多神的 我们是一个神 But we have 10 Prophets 这是先知 OK We have 10 Prophets And now we have the 这一个神是什么神 Our Holy Bible Siri Guru Grandside Guru Grandside Holy Bible Holy Bible 圣经 这个圣经跟 Christian的圣经是一样吗 没有 不一样 But In our Holy Bible Our Siri Guru Grandside We actually have We also talk about Islam We also talk about Buddhist We also talk about Christianity Inside everything is in it So you pray to the Guru So the Guru is the God Yes The Holy Book 他们的圣经里面有提到 就是有一个 有一位 这个他们叫 Guru的这个 这个 把他封为神 是 他们是信奉 这个神 Guru 信奉这个Guru 对这个Guru 这个Guru 它包含了这个基督教 这个伊斯兰教 这个佛教 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些 有提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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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宗教是 起源于什么年代呢 I'm not so sure Before century or after Before I think it's before Before century No The Punjabi were given the name I think 1699 If I'm not mistaken 1469 I guess 因为根据一些 我这边看到的一些 资料显示呢 是说 这个 这个希克教呢 是15世纪 在印度教巴克提派的 这个 和伊斯兰教派的 这个共同基础上产生的 它是在1469年呢 由第一代他们的祖师 叫 Nanak Yes Nanak 創始的 創办的 那实际上它是在 伊斯兰教之后的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伊斯兰教和这个 印度教之后的 因为它是从那边 所共同的基础 所产生出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信奉的 其实 这个所谓神的搞报 就是他们其中 一位那个 创办人 或者是从那边传出来 所以他们叫 Guru 就是一个Guru的 这个字在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 他这个宗教 他 希克人 他们这种 帮家闭 这样子坚守 来到国外 那么长的时间 仍然那么坚守 这个宗教 我觉得 不一定是教义引导的 而是他们的 这种本身的民族性 所造成的 可是我们看回他 这边所说的一些东西 其实还挺像 伊斯兰教的那种想法 他们是一神论的 OK 然后这个一神论呢 他们信奉的真神 是真名 然后严格信仰 信仰这个一神论 认为神是唯一的 是全知全能 是宇宙万物的缔造者 而这个Guru 他的这个 没有冒犯的意思 只是我觉得 他这个讲法 就有一点类似 就像这个 我们的穆罕默德 这个Guru 就好像类似穆罕默德 是传教把这个宗教 传下去 因为穆罕默德说的 也是一神论 但问题不是这样 穆罕默德他只是使者 他只是先知 他并不是神 他并不是这个 上帝 并不是阿拉 对 但是他这里面 在这个Guru之上 还有吗 就是这个Guru的 这个身份 就好像是一位使者 他是 The Guru is it like a messenger or the highest He's a messenger He's not the God He's not the God 所以他不是 他们是相信一个神 那还是有一个上帝在吗 对 有一个上帝在吗 OK OK Actually during the Guru Ranak time He's the one who actually sends the messages out He sings the hymns and everything And during our Our fifth Guru Siri Guru Arjan Dev That's where our Bible He started writing our Bible He started writing our Bible And when it completed Then only we have the whole hymns And from there So all the ten prophets The hymns are all in it So that is why we are praying to our ever living Guru Siri Guru Bransai Talking about the Bible Your own Bible Do you believe in karma and reborn? Yes we I believe But You see I haven't read that Siri Guru Bransai My self here So We don't know whether What I don't know what He's written about Karma and reborn But For me I mean Reading through some Punjabi books and all that Yeah we do believe in karma and reborn So You 從這邊可以看到 The very human faith cuz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We're in the era Italian Why What Italian Anshel This is a These And The way Islas Italian The way Do you The way Yes As 开始一直延续到 一七零八年 那每一位这个 继任的古鲁呢 都会完善 前一位的古鲁的学说 所以基本上 它是这样子 这样传下来的 而这一系列的 这个完善呢 最终就确立了 这个希克教 所以是这样子来 来那个的 而且他们每一位古鲁呢 都是由上一位古鲁来 指定哪一位是下一位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 我觉得还有好多 好多的问题 想问 这个 OK 最后回来了 听过榴莲很好吃 很香 可是有听过 很好听的榴莲吗 没错啦 就是最好听的榴莲台 哈喽 我是可琴 记得要守住榴莲台 DurionFM.com 榴莲高头自由高照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这样 我最近采访了一个 一个老师 他是从印度来的 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几十年 那他是 他对这个信跟这个 蒙加利 还有这个 文加比之间有不同的说法 来我们来听听 他什么解释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什么是 Bengali Bengali fransia you know so the language here if modified and like that I know bengali is the language okay so does bengali have a race out is there any race in indian that called bengalis are either hindu or muslim oh either hindu or muslim yeah here is like bengali is in muslim in Pakistan i mean now about one image to one of these but they're not eat but like in India what am I saying Banggadish India is something like Saranru and Malaysia in just a distance of 45 minutes light so in the That East is the Muslims you see and in the West are the Hindu 所以很多印度人从巴格尼亚 他们移动了巴格尼亚 但之前是巴基斯坦 巴格尼亚 巴格尼亚离亚 然后有很多印度人移动 因为有很多问题 因为印度人都会改变 对,我明白 好了,我们就是这个效果不是太好 咱们回到这个直播室 咱们再来继续聊一下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新的德奔 难道他真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去掉或剪的 其实刚才说的就是 如果是以现代 现在已经全部都现代化就可以了 那可是如果说你要比较坚持这个传统的话 就不行,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能靠近 因为我们的年纪和年纪 我们的年纪 他们会很生气 因为他们会说 你会出现了 你必须要保持着 你必须要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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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穿着我们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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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Punjabi来讲 Turban is our highest pride 尊严 最大的尊严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 只要是Punjabi 他们就一定是Sikh的 对不对 对 只要是Punjabi就一定是Sikh 但是如果Punjabi 他信奉其他的宗教 OK吗 We actually have Punjabi Christians We havePunjabi Muslims And all that The one is other part of world Not in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里面没有 只是在Lukos 在马来西亚里面 只有Punjabi Christian So Punjabi Christian 他们是不是 跟你们的做法 这个装扮都一样 一样有这个Turban 没有 如果是Punjabi Christian 他们没有Turban了 没有Turban了 因为Punjabi Christian 他们也是 他们还有放那个Name Sikh 看他们哪 看他们要那个Sikh They want to be there If no means they won't haveSikh But Sikh不是 because of the religion 不是因为宗教吗 Sikh是因为你们 传统 就是这个一个文化 It's a culture or it's a religion thing Sikh No No the Sikh is our is religion That means if you are Punjabi you must have Sikh behind your Name Nothing to do a religion is that Yeah but I mean It's a must It's a must 如果你是 Punjabi 就一定要有Sikh I want is sing for guys call for those It's a must So in the e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there any such thing as like Christian Punjabi Yes we I have one friend who is actually Christian Punjabi and he still put his name Rasingh Annamalai So this 你这个朋友 受到你们 Punjabi族群的欢迎吗 还是觉得说 他是异类 他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欢迎他 没有 我们是 As long as you are You don't Don't talk bad about our religion I mean You don't You don't discriminate our religion We don't mind So no matter You are Punjabi You are Punjabi Christian world We still welcome you I mean We even welcome other races to our temple Like our temple Actually we call it Godwara Godwara So like normally Like when How siang You are仁 So Wamen You are Ike Seremoni Cai Godwara Limian So Now so Wamen So we Actually welcome Everyone Well That Chinese people Indian people Malai people Who actually came to Godwara For the ceremony So we actually Welcome Everyone So like Even there is This Punjabi Christian followers Okay 如果啊 如果一个一个 一个本家 B 如果呃 要跟其他族裔的人 结婚的话 嗯 你有什么要求 他一定 要其他的族裔的人 加入这个 Async的这个宗教呢 还是你可以加入 别人的宗教 或者是两个人 到底是各自不同的宗教 仍然可以结婚呢 OK 呃 这个 Indian 是美国啊 嗯 呃 现在在 马来西亚很多呀 嗯 很多 很多 在这个 本家币里面多吗 本家币里面很多 很多 都跟什么人结婚呢 有跟华人 有跟印度人 有跟澳洲人啊 跟马来人呢 啊 跟马来人 马来人 我没有听过 没有啦 我没有听过 但是有人跟我讲 呃 有人跟我讲过啊 他看到那个 呃 呃 跟澳洲人 跟澳洲人 跟澳洲人结婚 呃 但是不是在这边 在新加坡里面啊 嗯嗯嗯 在新加坡就有 那宗教呢 换成什么样啊 宗教的情况怎么解决 嗯 啊 OK 如果是讲 嗯 我们讲过 在马来西亚 呃 Punjabi 呃 Takhan Hwaran Jihwan 之后 所以呃 我们 其实 我们 我们比较 给 给 啊 嗯 所以呃 呃 第一 我们想要做 中文的婚礼 我们先去做 中文的婚礼 后来我们做 Punjabi 的婚礼 我不是讲 那个 仪式 我是讲 生活在一起 在宗教的问题 怎么解决 语言的问题 怎么解决 呃 we don't bring it into account so好像 呃 you are chinese you stick and stay as chinese I will stay as punjabi no problem 呃 how you communicate 呃 to each other using which language English English 所以宗教是没有影响 如果 如果你的太太是回教 啊 回教 佛教徒 或者基督教徒 她还是中央可以去 她的基督教堂 去佛教堂 啊 我也是跟她去啊 你也是可以跟她去 嗯 可是 你也会去你的那个 Sikh的 这个 Gordala 如果她不要跟你去 这个Sikh的这个 可以的吗 但Sikh有一个教堂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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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子的 是Sikh的样子 如果你要去 Sikh Khmer Miao 是 OK 啊 好像 啊 to know whether the Punjabi Gordala is simple 啊 你 you see a flag we call it Nishan Sahib you you see a flag orange color with the Punjabi symbol that Khanda 啊 啊 so that flag is normally very high so if you see that flag you know there's a Gordala over 而且 他的 building 一定是要 黄色的 是吧 那种 是吗 没有 以前 以前是黄色的 现在是什么 人生 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好像在 吉隆坡里面呢 我们有43个 Sikh Khmer Miao 也不少啊 那我一个都没有看见 都躲到哪里了 OK 我们有一个在 Titi Wang Sa 有一个在 Zalan Raju Alang 在Jokit 巴萨的旁边 哦 然后呢 有 Titi Wang Sa 有一个 Buchong 有一个 Shalam 有一个 你是说整个KL吗 整个还是说 整个KL 整个KL 40多个 40多个 哦 可是你们就是在 Punjab的这个分布呢 在Hone Malaysia 你刚刚有提到说是在 Peraq 是吧 啊 Peraq 有 为什么集中在 Piri Don 呃 因为在Peraq 因为 以前那边是 the mining mining place 哦 OK 呃 so most of the people when they work and those days mining was a very good job so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re and 呃 now days they're Peraq tosu all doing Lori business 现在已经 换成Lori business 可是 OK 那如果说 呃 这新一代的啦 新一代的 这个Punjab 他们现在 是从事的 这个行业 会 还会是 跟回以前 这个 父辈啊 传下来那种行业吗 还是已经现在 都变成专业人士了 我看到有很多 已经变成专业人士了 是吧 Now Now actually I changed 啦 Now Now A lot I changed Become lawyer Doctor Doctor Loyer And Actually A lot of Punjabis They have gone to very high professions like some of them I Actually One Actually is Taking care of The Queen Elizabeth 嗯 嗯 He He's the personal Bodigard for For Queen Elizabeth And then We even In Malaysia It's time We have Few Punjabi followers Who is working For This Political People And all that 嗯 So Now I've changed Là Now Tatua Su Tos Eson Loyer Engineer 其实有没有 Involved 在政治的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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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Ciric Karpa Sing Karpa Sing Karpa Sing 它是西克 教徒 还是 Kristian 他是西克人 不是 他是西克 教 宗教 他的宗教 He's a Bunjabi Bunjabi 他是 Sikh 他不是 Kristian 他不是 Kristian Bunjabi 不是 他的头发 已经剪了 他剪头发 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 可以了 因为 because they cut their hair because of their vision actually 如果你要剪头发 你可以剪 but then 就离神远一点 离别的神近一点 no but if you still pray that means you are still close to the God so actually it's on individual 我们先生在没有看 like you know you cut the turban ok that's it you are far away from the God it's like it's your own witch but as long as you don't forget to pray that's the main thing other than Karpa Sing 还有没有其他人 是在政治里面 那个 比较知道的 Punjabi Punjabi 还有一个是在MIC party里面 但是我 I forgot his name ok so他们像 ok Karpa Sing 他有没有为你们的族群做过什么东西 其实有 好像有一次是 在一个 Scholar Kebangsa里面 那个 The wan Malay boy actually cut off the Punjabi guy's hair and the case went to court and Karpa Sing actually got involved with it ok 就这样子 for free he did it for free 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说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教育嘛 对对 还有在这个你们 Punjabi的文化的 这个传承方面 他有没有做了什么努力呢 因为感觉上像 你们有一些新的一代 I mean the new generation you already they don't mind about the culture don't mind about their religion so much 如果这样子下去就会 你们Punjabi人那些文化之类都会流失 甚至你们语言也会慢慢在马来西亚没有掉了 这样子你们怎么去推广 怎么去保持 其实 for that 我们每次在 Datara Merdeka 有做 Punjabi Cultural Show 什么时候 我没听说过 ok it's a Wasaki Gathering Wasaki Gathering it's always in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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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pril is our festival month So Beginner April 1st 2nd 3rd 4th We normally have this This one is actually tally purely Prayers We have it in Youth center In Cheras Youth center In Cheras So that's where you can see all the Punjabi come there for prayers and everything And our Wasaki Day falls on the 14th 14th of April So And maybe a week after that We have the big celebration Introducing our culture to people In Datara Merdeka 公开的 公开 Datara Merdeka Tamen How to say For me like Okay if you tell me Mama Ah How to say Niko I was Mama So for me One thing The first thing that I come into When you are Indian Muslim Second thing Maybe you might have Some restaurant business Ah Because 大多数的 Mama 的人 我知道啦 到现在 我知道 他们 The father 一定是 有 Restaurant的 Okay 嗯 嗯 嗯 怎么看待 Tameer Tameer 人 就是 新都图 的 Tameer 人 Tameer Okay Tameer 人 Tameer You tell me Tameer First thing 我会讲 是 他是 是 From India Maybe Janae Sai And all that And then Tameer They pray to A lot of God So We don't know Which God They pray But Normally I have A lot of Tameer Friends 我是一个 我有很多朋友 你有Tameer的朋友 你跟他们讲什么话 我跟他们讲Tameer 你会讲Tameer 嗯 你怎么会讲Tameer呢 跟以前小的时候也是跟Tameer 人缠在一起 说他们教我怎样 Tameer 他们讲 你跟我们缠了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讲Tameer 就是田径 你讲一句跟田径 讲一句 我们要听一下Tameer话是怎么样对话的 Safia Safia 其实跟这个Pungjabi的语言有接近吗 没有没有很大分别 所以Pungjabi你会说Tameer你会说Tameer你会说Tameer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印度人你怎么看这个华人 Huaren Huaren For me Hu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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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e one thing Hardworking Business minded And And then Mostly from China And then Actually Nice to mix around with them They are Compare to Because We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Chinese people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So Our thinking is Somehow so different So When we mix around with them We talk to them It brings another atmosphere You know It brings 你觉得广东人和福建人你喜欢哪个人 我没有这样子分别看 没有分别 那 海南人跟客家人你喜欢什么人 The thing is I don't separate peo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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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e I make friends with everyone So I don't see your background 你分得出来吗 什么是广东人 什么是福建人 我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田径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人是广东人 什么样的人是福建人 在穿着宗教信仰啊 穿着啊 这个什么 有什么差点 广东跟福建 我觉得穿着信仰方面 我不是很懂 但是 我觉得说话语气方面 我觉得广东人比较粗 广东人比较粗 比较恰 比较恰 就是从语言或者说话方面来分别是吧 很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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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剩这个这个分别了 穿着呢 吃饭呢 穿着吃饭 宗教信仰呢 是什么人啊 华人 没有 你是 你是 他是广东人 对啊 他是地球人 怎么不当 广东跟福建人 我觉得 不容 不由 你问问西林 你用英文问问他 这个广东人 福建人 海南人之间 怎么分 怎么有什么差别 西林 如果 我们说 广东人 我会不会知道 但他们会说Hokkian 是吗? Tanan人 你会想问 可以分析 Hokkian人 Hakka人 我会不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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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析 Tamil Pungjabi Tamil 可以分析 其实你能看到 如果你看太多 Bengali人 我父亲经常工作 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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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更加困难的 那一位我会不会知道 因为我一直去 我一直去南马 我一直去看他们 我一直去看他们 但是 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说 是否他们是南马 或者他们只是 韩国人 你觉得它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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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yeah it's easier to differentiate actually but because Chinese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know what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ces because to me they're all if they're Chinese they're Asian so what's the problem actually 通常我们 福建人 我们都会讲广东话 广东话都讲福建话 福建人通常都 跟 潮州都 参了 那个 福建话跟 潮州话都 Is that a good thing or a bad thing? 那你要说英文 那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好事坏事 我觉得好事坏事 这个习俗方面讲 但是习俗已经融化在一起了 就大家都不分你我了 就我们之间都分不出你是什么人 但是如果是坏事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种观念就是说 我每次的观念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说 你是什么人的话 你的性格会是怎样的 可能这就是坏事 因为你一直要标签别人 就是说你第一直接就是你标签别人到底是怎样的性格而是难沟通的我们就比较远离一点 但是现在都融合起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事 应该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这个广东人 福建人 这个海南人 各家人 大家都融合起来 这是一家人 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 大家也都融合起来 这将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 我希望如此 我希望真的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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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 如果我们说 从小的概念 它是比较像 全我们的海南人 全我们的中国人 我们混合 我们一起结合 我们没有计算 即使你是香港人 或什么 所以是它是一个好事 或是一个坏事 或是一个坏事 我不真的看 它是一个坏事 因为 I'm actually personally I am a mixed heritage between the Cantonese 和 Hokkien 所以 as long as like there's a major distinct pool that you are like Asian-Chinese I mean I wouldn't actually mind 但 I can't say for sure 因为 I don't hold strong to my own identity as a as a sub-Chinese community 你 know So what's your identity? My identity based on what my parents tell me I'm half Hokkien half Cantonese How about this Let's say all the races like Indian-Chinese Indian-Chinese Malays and the rest all unite together in Malaysia What do you see? All unite together human evolution Malaysian evolution but it's actually I mean if they all mix together and then we lose our identity I mean then we have to face the inevitable transition towards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I say it's actually quite quite sad because it's not really I wouldn't say it's a bad thing but I wouldn't feel happy about it because I mean it's like I grew up looking at this culture different cultures you know and there is a distinction there's some fun in distinction and diversity but when you combine them all together to become a unified thing somehow it gets a little bit like you get an identity crisis I mean of course you may not have the you may no longer have the racial barriers but you will have I mean like it's like kopi te la different different flavor doesn't you you have this identity crisis right now because you are mixed Hokkien and mixed mixed Hokkien mixed Cantonese doesn't you face this identity crisis at this moment no I don't really face identity crisis because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I see myself as just a Chinese ok but when you mix with let's say we unite with the other races so you feel there's an identity crisis you feel there's a fear no I mean I just hope that no I just would hope that the diversity if everybody mixed together there is still the culture there is still the distinction because each race have its own uniqueness about it so when you lose that uniqueness right then it's like you know an extinct species I mean you shouldn't it's not bad but I personally wouldn't like want it to go that way I wouldn't mind if I mix with an Indian or other races and then I come out a mixed baby but it's ok but it's more like don't lose the culture a small 部分人 是有 跟马来人 的混血 之前 应该是 马人 跟华人 一小部分 但主要 还是 华人 自己本身 他们也是 把自己 就延伸了 自己的 一种文化 自己的一种文化 比如说 它是演变的 一个文化 一个文化 慢慢去 演变成 牛家爸爸 但今天 牛家爸爸 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在了 已经拉回了 已经变回 华人了 你怎么知道 可能有少数的存在吧 基本上没有了 不信 你去 你去 马牛家 去看一看 老一辈 如果还有在的 可能还有 我们不知道 如果是 现在真的是 如果你说 老一辈 已经 如果真的 不在的话 就真的是完了 真的是完了 华人 还记得说 华人 还记得说 这是我们课文上 教的 这是我们 我们社会里面的 这个一个现象 好 今天 我们非常 就是舍不得 结束这个节目 但是也不得 不要结束 这个节目了 因为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在我们马来西亚 一个大家庭 一个社会里面 有另外一部分的人 是这个 这部分人呢 在马来西亚的 虽然人数不多 但至少也有 十来万人 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但是他们 其实是被我们 这个社会 所边缘化的一群 他比印度人 被边缘化状况 还更严重 还要更加 更加的这个严重 但是我们 每天都在讲 三大种族 三大种族 三大种族的时候呢 似乎我们并没有 把他们放在这个里面 那其实我们将来 能不能不讲 三大种族 我们讲十八大种族 或者八十八大种族 能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但是当然 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 就是华人本来是有 很多个族 籍贯的 籍贯 籍群的 也可以说是 但后来已经不见了 这个界限是越来越 模糊化了 越模糊化了 你能不能这样子吗 所有人都在马来西亚 成为一种族 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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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一种族的族 我讨论的音乐 会打发 我讨论的东西 我们说在奥连 像中国人 在曼西亚 他们选择 Mandarin 的普通话 他们选择 Mandarin 对吗 不,不,不, 他们选择 Mandarin 作为普通话 普通话 如果我们说 跟Bangali, Nepal 人类人类 都能够进入一个普通话 是 韩尼 你讨论是Hindi吗 我讨论是Hindi 我讨论是Hindi 所以Hindi是一般公共语言 如果我们讨论是Hindi 那会很难 因为我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同 一样的语言 我们不能去一语言 唯一语言 我们可以去英语 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语言 或者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 所以你看这些现象 就让我们了解 其实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族群 那么多的语言 那么多的宗教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达至一个大家就是相安无事 和平共处的这个状况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确实挺难的 就你听不懂我说什么 我也听不懂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像如果天津 你是一个福建人 如果我是一个客家人 你听不懂客家话 我听不懂福建话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那我们怎么沟通的了 但是现在的目前来讲 大家都是受教育 都是有上过英文的 就是虽然你说我是福建人 或者是我是潮州人 然后我们不同 不能用福建或者潮州来沟通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你会什么语言 我们就问福建话会不会 广东话会不会 我们就找到一个相同语言 就可以沟通了 其实不是这么想说 你是福建人或者广东人 就不能沟通 只是要找相同的语言 对啊 如果有你 有我 有他 有希克人 有这个本杰比 有马来人 还有妈妈 还有这个卡达山 还有什么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要讲什么话 现在实际来讲 英文是必学的 所以大家都 英文蛮是 是一个common language 你说的是一个必需 可是是 是不是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呢 如果你说像一个 卡达山一般那些 如果是内陆来的 他们未必懂这些语言 那我们要讲什么语言 看他们懂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懂马来语的 因为上次我去Aura Aslee的那个拜访 然后他们有些没有受教育 完全完全不能沟通 因为他们只用他们自己的本土语言 但是有些村长 就村长受过教育 他们是以马来语沟通 那我们就跟他以马来语沟通 有一小一小部分的是英文 所以我们就用英文跟他沟通 但是他们大多数是马来语去我所知 那你们三位年轻人年龄差不多 你们这三个 你觉得马来西亚人 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沟通 就是所有的马来西亚公民 你先试 你先翻译一遍 So Jema asked us We are like We are teenage We are young generation If in Malaysia What do you think What is the one common language that we should use to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Oh if I give you that answer People would hate me so much I will say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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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What's your idea 我 我觉得 如果是华人华人 我会用华语 但是如果是跟族群 其他族群的话 我会用 我刚才讲了 不要吃那么多讲语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我觉得第一个想法是英文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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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可能吗 你觉得是我们还没有 还有些人没有问到吗 因为我们这边有三个人 你觉得还需要问些别的人吗 还是你们三个人就能代表马来西亚人的这个 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三个可以 我问这里 还不行 还不行 我们觉得还需要问什么人 其他族群 什么族群 什么族群 我们这里还缺少什么 有华人呢 有这个 给大家印度人的分家 我们缺少什么 印度人 马来人 还有其他土族 那些原住民 你觉得他们会觉得 给什么答案吗 我觉得 你觉得 我们还是 不你觉得 然后我再问他们 给什么答案 如果是 我现在 其实 其实就算跟马来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沟通的话 我们这一代 不要讲 不要讲年老一代的 我们这一代 我们跟 我一到那个 我的马来的朋友 我们沟通 都是以英文沟通的 英文沟通 除非 除非我是去到他的家 然后跟他的 师长 就长辈沟通的话 我才用马来人 你绕了个很大的弯 你觉得他们会觉得说 用 未来用马来文 他们会选择 因为 因为有那个 年龄的区别 所以如果是 我们这一代的话 我觉得是英文 你觉得这一代的马来人 也要用英文来沟通 对 英文 因为我们 我们就算是去 convention那些都好 都是用英文为主 用英文来沟通 对对 就是他们 没有认为他们会这么选择 那你觉得呢 就是现在 如果我们要问马来人的话 他们说 未来我们国家的语言 要用什么语言来沟通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回答 嗯 如果是马来人 他们一定会讲 用马来语咯 那为什么你跟他的 这结果不一样呢 为什么你会觉得 马来人一定要用马来语呢 因为 呃 其实 呃 其实现在都 我跟我的马来朋友 全部讲 是我们用manglish ma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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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manglish english 所以 但是有时候 好像 呃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foreigners nowadays 很多 foreigners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的话 我们不要他们听到 所以 English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 所以 因为 在马来西亚 马来是 你知不知道 是什么 是什么 在马来西亚 所以 如果我们不继续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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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仍然 有需要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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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问题 我希望你回答 Semi OK 好 你觉得 如果 你问 Malay 什么语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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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语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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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或20年后 The national language Will become English Yeah If that's the case But as long as Barse Melayu doesn't disappear So we would Learn from Li Kuan Yeo Li Kuan Yeo in Singapore Oh yeah He made the English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now Singapore 是非常成功的 但當然因為新加坡是小的 我們也要推薦胡 Jintao 和習近平 去推薦 所有中國人說英文 在這個21世紀 所有人在這個世界 都要說英文 不,他們要不說英文 但他們要有知識的英文 所以我們也要說 我們可以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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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通道語 只要不成功 我們不成功 我們必須得到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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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因為英文 所在現在的通道語 所以我們需要 使用它 作為一個方法 我們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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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一些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 族群或文化方面 也許會消失了 搞不好 OK Deny 我們給我們一分鐘的時間 说你对今天咱们所谈的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一个总结或者想法 总结 今天谈的课题蛮新鲜的 就是印度人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说别的族群到底他们那个整个习俗 整个宗教的信仰那些的那个种种的 从他们一桌到那个宗教信仰 那上的那个整个过程 所以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是这是其中第一点 然后也更深入了解说他们那个 他们在我们马来西亚所占的那个 重要层次 因为通常都是会被忽略的 就就我感觉来讲 那第三点呢 就是说 该所谈到的就比较放大的 就想说我们的那个语言上的那个 沟通之间的交叉应该是取决于哪一点 那点我还是不能肯定 但是因为有一方面就想说要捍卫 捍卫我们的母语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母语 另一方面就要又要从这个golization 就是说 什么 全球 全球化 然后适应全球化 现在是英文会讲英文是占优势的 但是也不少的就是说有些人需要你把你的自己的语言翻译成英文 那也是一个优势 所以就可能就在这里的差别 英人而已 所以今天应该是这样 这样总结吧 好了 那我们就拿田径的总结 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有个愉快的礼拜一 我们很快就要过年了 跟我们朋友们说一声 提早说一声 新年快乐 还早还早 那我们明天再回来 还有另外的东西 明天再说明天的新年快乐 也不迟 好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by bwd6